中式婚礼为什么消失了 因为真正的八台大轿 太难做了 花轿主体所用的材料 就是最普通的杂木 总共需要365个部件 每一个部件都需要手工制作 光第一部雕刻打磨木料 就能让工人连续工作一两年 看着眼前出具规模的轿子 你以为做完了 别急 按照三分雕 七分七的说法 这顶万宫花轿只完成了三成 休期之前 工人会将所有部件组装起来 全程不用一枚钉子 全靠损某结构 查看轿子的整体结构 确认不再调整后 就将轿子的每个部件拆下来 准备修漆 在面粉做成的浆糊中 加入生漆 调成生漆逆字 填平木雕表面微小的细孔 勾纹 缝隙 操漆要做到薄而均匀 涂完操漆后 需要在阴暗潮湿的地方进行干燥 打磨之后再进行操漆 再打磨 反复三到四次 直到木雕表面非常细腻 无缝隙为止 此时就可以上珠漆了 珠漆的配料是珠砂 铜油和生漆 三者按比例混合搅拌 上珠漆时 要朝一个方向刷漆 贴金箔要在珠漆拌干的时候进行 借助漆拌干时的粘性 金箔才能贴得牢固 贴完金箔的木雕 还要上银泥 这是为了用银色 来表现万公花窖的人物肤色 再用毛笔勾勒出人物的五官 全窖藏有318个人物 和386个花鸟兽虫 这是一项细致又耐心的工作 最后再加上罩漆 用豆浆涂抹上一层 带豆浆干后 再上一层操漆 这样贴金后的木雕表面 会形成一层保护膜 照漆过后的万公花窖 可以历经数百年而不变色 一顶万公花窖 需要数十个工人耗费三年时间 也就是这些耗费心血的花窖 凝结着人们对婚姻的美好祝福 每一座花窖都是十里红装的见证者